现在的美国政客对中国的漫码已经到了没有底线的地步 就如秦刚外长所说的 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这办不到 中国追求的是和平 是真的和平 而美国是在追求和平吗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吸引外资更有信心的投资我们中国的市场 这就是中国 听张维维说 这就是中国 由中国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员特约播出 这就是中国 听张维维说 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就是中国 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读懂中国 也读懂世界 在今年二月份 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华春莹发表了一篇推文 在推文当中 她用平时的直白的一懂的语言 列出了美国的十方面问题 而这些问题也让大家更加深层次地看到了中美之间的不同 今天我们一起来讨论的有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院长 发了一篇推文 表示美国总有一些人 他接着列出了十个原因 说明中国无意把自己变成另一个美国 原因一 中国从来不对少数民族进行屠杀 掠夺或种族灭绝 从来不允许发生我无法呼吸这样的事件 原因二 中国从不允许百分之一的人口拥有相当于百分之九十多人口财富的总和 原因三 中国从来不允许其人民死于大规模枪击事件 更不要说让孩子们在校园里被枪杀了 这我可以向大家提供一些最新的数据 截至今年三月二十九日 美国今年头三个月内已发生了一百三十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死亡人数为一万零一百二十四人 包括四百一十五名儿童或青少年 此外呢 根据有关专业机构的报告 每一百个美国人今天拥有的枪支大约是一百二十只 英国这个每日邮报不久前也发文称 美国正在开始经历历史上最血腥的一年 华春莹接着写道 原因四 中国不允许毒品问题困扰国家 并导致每年十万以上的人死亡 原因五 中国从不侵略别国 不搞殖民扩张 原因六 中国从不干涉别国内政 从不在国外寻找和扶植代理人 原因七 中国从来不把外交政策建立在欺骗 谎言和盗窃上 中国把这些视为耻辱而非骄傲 这里我补充说明一下这句话的背景 就是2019年4月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一个演讲中 他这样说的 他说 我一直有种很深刻的理解 任何一位国务卿在刚上任那一天就能认识到 这个外面的世界是一个棘手的世界 到还是一名西点军校学员的时候 西点军校学员的格言是什么 绝不撒谎 欺骗 盗窃 也绝不容忍有此类行为的人 但我曾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 我们撒谎 我们欺骗 我们偷窃 我们还有一门专门的课程来教这些 这才是美国不断探索进取的荣耀 下面听众热烈鼓掌 这就是真实的美国 蓬佩奥讲这番话是漫不经心的样子 他还听众的一片掌声 这本身又说明了美国霸权 对于政治文化的特点 美国做事也可以如此没有底线 难怪国际社会现在用流氓超级大国来形容美国 华智云接着说 原因八 中国从不称霸世界 不剥夺任何国家地区的发展权 相反 中国谋求共同发展和繁荣 原因九 中国从来不会为了胜利 而不择手段的削弱或消灭对手 相反 中国专注于提升并超越自己 原因十 中国从不想流浪的气球发射导弹 而是投资建设更好的铁路 让人民享受安全和健康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 通过国际比较 特别是中美比较 我们可以把许多问题看得更为清楚 现在美国政客对中国的漫马 已经到了没有底线的地步 正如秦刚外长不久前所说的 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这办不到 我记得2021年1月6号 美国国会大厦沦陷的时候 黎巴能常驻联国大使 穆罕默德萨法先生就发了一个 后来在网上疯传的推文 他这样写的 如果美国看到美国正在对美国做的事情 美国肯定会入侵美国 并从美国暴政的手中解放美国 我后来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引用这段推文 调侃美国民主的衰败 我们这个节目从一开始就采用 全方位国际比较的方法 从各个角度进行全方位的中美比较 我们之所以这样做的一个主要原因是 我们讲中国崛起也好 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好 这不是虚的东西 第二个原因是 美国是对华认知战和舆论战的最大推手 2021年4月22号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审议通过了美国两党联手推出的 2021战略竞争法案草案 这份法案用280多页的篇幅 从战略 经济 军事 外交等方面 鼓吹全面对抗中国 其中第123条明确提出 美国政府从2022年至2026年财年 因每年拨款3亿美元 总额15亿美元 用于所谓的反制中国影响力的资金 而美国直接地 间接地用于反华舆论战 认知战的资金 远远超出这个数目 中国人民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自信 华春莹这次中美比较的点评 立即引起了广大网民的共鸣 他们在不同的网络平台上 接着华春莹的推文 玩起了接龙游戏 这些接龙我看一下 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类叫国际政治类 一类叫国内政治类 还叫其他类 内容十分精彩 我这里收集了一些 和大家一起来评鉴 首先是国际政治类 我们的网民这样写的说 中国从不像美国那样 拖欠联合国会费 中国从不搞长臂管辖 中国不会到海外去偷石油 中国从不在世界各地 制造分裂 煽动 对抗 中国不会以国家安全名义 公然搞窃听 窃密 中国不会不择手段地 炸毁机组设计 中国不会满世界地 建军事生物实验室 中国从不把洗衣粉 当化学武器等等 第二类是国内政治类 我们的网民这样写的说 中国从不像美国那样 把黑人当奴隶 中国从不屠杀原住民 不剥人头皮股 中国绝不会让西石大麻合法化 中国不会炒奸人民 而是始终把人的生命放在首位 至于最后的其他类 那就五花八门了 有很多这样的跟帖 中国地铁不会像纽约地铁那种 破烂不堪 耗子乱窜 中国不会像美国 有那么多的 露宿街头的 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中国不会像美国那样 乱印钞票 拼命放水 导致通货膨胀 中国不会强迫外国公司 出售自己或关闭 中国不会让律师费用 占到GDP的百分之六点七 中国不会像美国那样 人均一期寿命不断地下降 最新的数据是 2021年 中国人均一期寿命为78.2岁 而美国为76.1岁 美国已经比中国低了两岁 这个数字太能说明问题了 我想这样的接龙 我们可以一直延续下去 通过比较 我们对美国西方的了解 就会更为清晰 我们的战略定理 就会更为强大 它将有助于我们 沉着应对可能出现的 任何惊涛骇浪 更好地实现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好 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这些 下面我们请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李洋生先生给大家演讲 谢谢大家 助理华春莹 2月21日发了这篇Twitter 表示 美国总有一些声音 称中国要在世界上 取代美国 它接着列举了十个原因 另外还有网上网民 追加的无数个原因 我也想追加一个 中国追求的是和平 是真的和平 而美国是在追求和平吗 比如最近发生的一件事 伊朗沙特和解 是中国的斡旋 而过去几十年 美国在中东干什么呢 卖武器 打中东的国家 这是帮助中东地区 维持稳定吗 能够创造和平吗 另外还有在俄乌战程问题上 中国也是发出了和平的声音 提出和平的方案 反观美国 制裁俄罗斯 往乌克兰送武器 中国提出的和平方案 美国官方一律反对 美国的这些行为 明明是在让双方的局势 更加紧张 中国爱好和平 中国希望能够有和平 和稳定的社会 能够有和平和稳定的全世界 能够让大家都全力以赴地 去投入发展 和让人民有更好的生活 反过来说呢 我觉得美国也不可能成为中国 这是传统文化 政治制度等等各方面的 巨大差异而导致的 首先美国的历史就充满了掠夺 和剥削 也充满了高傲 从美国作为殖民地开始 就是一帮英国人跑到美洲大陆 把印第安人杀得七七八八的 把他们的土地全部抢走 然后从非洲拉奴隶过来 去剥削他们的劳动 而且把欧洲人发明的一些科技 不顾专利 把发展成果偷过来在美国发展 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两边卖武器 卖战略物资 发展争才 这就是美国的发家史 中国不会学 也从来不会干这些事 如果美国人有中国这种 传统思维的话 就不可能只为自己谋求利益 同样是探索新世界 美国人和我们中国人的做法 也完全不同 他们理解不了 我们中国的物林友好 和平发展的思维 比方说 Columbus 发现新大陆了 就开始了殖民时代 北美 南美 亚洲 非洲 反观中国政河下西洋 是友好交流 和贸易 两百多艘船上 上万人 跑了全世界 没有搞任何殖民地吧 没有掠夺别人的土地和资源吧 第二个原因 美国是不可能成为中国 因为它的思维方式 就是比较极端的 所以才导致了 极端强调个人权利 忽视社会责任 忽视整体利益 比方说 西方总强调自己自由 自由代表了你可以随便买枪 随便带枪支在街上 像张老师说的 这种案件 才几个月 已经上百件了 毒品问题也是一样 大麻和坏化 把这种当成是自由的象征 不顾及对整个社会 带来的致命的影响 新冠期间 还有好多人 跑了街上去示威游行 因为拒绝戴口罩 为什么 因为他们说 这是个人的选择和自由 你的这种自由 是把病毒传染给别人的自由 这种无边界的自由 是对其他人权利的剥夺 美国理解不了集体利益 社会责任 这也是现在美国两党陷入 无限党争的原因之一 一个撕裂的国家 又怎么能够有长远的眼光 去谋求战略性的发展呢 这一系列传统和制度上的差异 导致美国无法成为中国 也导致世界上 越来越多的国家 认清了这个现实 并向中国靠拢 一来一度 走得越来越宽 就是明确地证明了这一点 刚刚开始推出 一带一路的时候 很多人都觉得 甚至于说 这就是一个口号 还没看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是现在成果显著 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 希望能搭上这辆列车 金港高速公路 引领柬埔寨迈入高速时代 钟老铁路协助老窝实现 陆联国的梦想 东盟首个高铁 亚万高铁 在印尼的成功施运营 越南河内轻轨二号线项目 落成投用 钟老太铁路 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建设急速 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 高效联通欧亚 这个都是最近的一些新发展 非洲各国纷纷加入一带一路 寻求和中国的经贸合作 贸易规模稳步扩大 中国已经连续13年保持 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了 2021年中非贸易额达到2542亿美元 同比增长35% 以累计在非洲37个国家投资 中国投了110个项目 已经接近60亿美元 还有中东 中东国家从向东看 向东走 这个步伐不断地加快 伊朗和沙特在中国的窝旋上 宣布恢复外交关系 沙伊和解的背后 使中国在中东国家的认可度 不断地提升 在美元和人民币之间 越来越多的国家靠向人民币 人民币国际化也取得了不小的进展 比如中国海油和法国刀打能源 完成了首单以人民币结算的 液化天然气采购 巴西和中国达成协议 使用本币进行贸易结算 产油大国伊拉克 也首次允许对华贸易直接以人民币结算 而美国把这一切视为 中国崛起带来的威胁 还想要进一步遏制中国的发展 指责中国威胁现有的国际秩序 打压中国企业 阻碍中国科技发展 自豪意识不到是中美根本性的差异 导致了如今的局面 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 美国不光无法成为中国 更将让自己陷入全方位的衰落 谢谢大家 欢迎回来 本节目是由中国新一代高端白球国员 特约播出的 那刚才两位老师都给出了演讲 华春莹女士的这篇推文的主题是 为什么中国不会成为美国这样的国家 它列举了十个原因 那其实你看它原因一啊 它就是说 中国从不像美国那样 会开展对少数民族的这种土路 刚才在演讲当中 刘先生特别说 美国最初的这些英国移民 再到美国大陆的时候 把原住民吐露得七七八八 对 但是您看 这应该是美国的历史原罪 但我们再看看以往 其他有类似动作的国家 都多多少少有道歉的行为和声音 但美国却没有 两位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这个道歉这个词才英文用apologize 或者apology 这个往往是有法律含义的 往往涉及到赔偿之类的 所以他们很回避这个词 我印象中真正道歉的是澳大利亚 那个前总理陆克文 他对澳大利亚原来白人 迫害土著人 这个做了道歉 但那又隔了几百年了 所以就赔偿 这个就不存在了 而且陆克文还是在中国受过教育 会说中文的 所以可能是到点 我们的这个进步思想的教育 其他好像没有过 印第安人被杀的 总有四五百万 就是基本上是灭绝 这个就是从五百多万 升到二十万 然后我们华工 在美国建铁路 美国当时通过了一个 就是排华法案 1882年 这法案非常坏 就是种族歧视的 但是法案废除 什么时候废除的 1943年 当时抗战 六十多年之后 中美成为盟友了 美国国会对这法案进行道歉 就是apologize 是2011年 一百多年之后 一百多年之后 也就是这时候 他就不承担任何法律 和赔偿的责任 这时候开始这样做了 就是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 您刚说到 排华法案 我之前看相关的 这个出版的历史作品 就说到这个排华法案的时候 当时对华人的压迫非常厉害 就当时的这些铁路下面 可能每一米的铁路下面 都是劳工的事故和血对称 对 就是基本上他排华是各方各面的 包括你就算是在美国出生的 也不能够拿美国籍 就是百分之百 包括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就算是在美国出生的日本人 也进去集中营 你看最近的就是因为经济不好 然后又是反华反共 结果造成就是 种族主义又开始就是泛滥 特别是歧视亚裔 对 你看现在包括枪伤 抢劫 真的亚裔都特别多 各种各样犯罪 然后又开始这个 不允许什么华人买房子 要调查你的资金的来源 这都是新的一系列的行为 所以您看 华春莹的这个十点原因 我们说第一点 其实都讲到了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 美国在历史上 所犯下过的这个错误 而至今我们看到 没有正式的一个道歉的行为 比如说您看他提到的种族歧视 包括还有控枪 毒品泛滥 这个是他国内的整个治理有关 您也说了这个枪支泛滥 今年以来这几个月的伤害就已经很大 所以还是要问那个问题 他种族歧视 他的枪支泛滥 他的毒品泛滥 对美国来说 是不是真的就是解决不了的问题 真解决不了 就用我们工资的话 就是制度原因 定体问 定体问 或者叫低人权优势 制度原因之所以这样说 就是 比方以这个枪支控枪问题为例 它主要是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 那是两百多年前的修正案 就我当时跟福山辩论是说的 是前工业时期的 前工业社会的 农业社会的 当时美国还没有像样的 现在国家 现在政府没有警察 所以人人自卫 自己又敢枪 在美国那么广袤的大地上 他要捍卫自己的权利 这个东西一直用到现在 你想想看 多么的落后 和现代国家格格不入的 还再加上第一集团 步枪协会 他们是由一些枪的制造商 对 投资组成的一个协会 这个协会就是 买通参议员 众议员 我们再看 换女士 他的后面几点原因 比如说他提到 美国要干涉别国的内政 美国要发动代理人战争 就是美国对整个国际事务 他的嵌入的方式 他的整个外交理念 是有重大的问题的 是不是对美国来讲 也是改变不了 这个确实非常难 因为他这个霸权主义心态 唯我独尊的心态 已经持续了上百年了 现在主要是碰到中国的崛起 它转嫁危机变得越来越难 然后非西方国家 它开始觉醒了 美国这样老是欺负我们 我们现在 就不知道你的游戏规则完 所以一带路非常受欢迎 然后背后很重要的是 美国它自己的硬实力 软实力的全面下滑 就很多 你看沙特王储最近刚刚说 我不在乎美国想什么了 因为这句话本身 它还是有点杀伤力 是是是 其他国家的那个伊朗领导 说的是美国一带不如一带 印度尼西亚领导 说我们就是要用本国货币 用人民币 普京说是我们以后这个 整个俄罗斯和亚非拉国家的贸易 用人民币 真有一种这个山鱼一来丰满楼啊 背后就是我们讲的 世界进入了后美国时代 后西方时代 你不再代表世界前进的方向 都说到了一带一路 其实您看从时间上来看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来 不知不觉已经走到第十个年头了 从最初有的国家还要抹黑 歪曲一带一路倡议 再到现在 你看我们一带一路的所有的项目 汇集了许多国家的这个基建工程 我们也共创共赢啊 取得了很多丰硕的成果 十年前美国宣传这是一个口号 这是虚的 这是空的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基础设施 包括巴基斯坦的那个经济走廊 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太大了 要致富 先修路 对不对 这整个过程就建基础设施吗 那现在基础设施差不多了 就开始搞工业化 跟加强贸易的这个沟通 流通 所以才会有我们这个整个欧亚大陆绑成一片 对 最早的时候我们注意到美西方一些国家是 先是否定一带一路倡议 再后来呢 又提出很多很多类似像债务陷阱 这样的歪曲你的说法 有一段时间在西方媒体上 这说法也是盛销成上 甚至也会动摇大家对一带一路的理解 但你看我们就非常稳妥的 很扎实的 一步一个脚印的 把一带一路倡议做起来 把各国的合作做起来 现在这个成果十年过去了 我想它是有说服力的 我接受呢 金日俄罗斯电视台的采访 对 谈这个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 我说俄罗斯被西方鼓励了 但西方被非西方世界鼓励了 对 这句话很妙 就是人家真的 不再把你美国西方当一回事 这是革命性的变化 就是当你失信于民 人家不再觉得你不再值得信任之后 美国整个这个包括美元 有点大杀将寝的那种感觉 包括你看我们多次提到过的 最近这个整个的东南亚东门说 我们要用本地货币 用人民币 马来西亚总理 说是我们要搞这个亚洲货币联盟 等等等等 然后中国法国前面提到的 前一个用人民币买的水油天然气 因为美国现在面临着这个包括银行危机 欧洲也面临银行危机 背后都是个信誉 当这个信誉不在的时候 而且又替代的时候 很多事情会发生得很快 这个一带一路有一个挺有意思的故事 这是肯尼亚大使告诉我的 美国伦肯访问肯尼亚的时候 就跟肯尼亚总统说 要小心啊 这个是债务陷阱啊 总统给他的答复是 你降落的机场是中国人建的 机场到城里面的公路是中国人建的 你住的酒店是中国人建的 对不起 你帮我们建了什么 对 面对面的可以这样质疑对方了 对 前段时间有个非洲领导人 在这个会议上也是发言 他就说一个经常要干涉别国内政的 要去暗杀的 要去发动代理人战争的国家 现在在教我们什么叫民主 所以您看我们今天来讨论 华晨云女士发的这样的一片推文 这里头质疑美国的十方面的原因 就像您说网友还在后面揭露 还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所以不管美国对于印第安原住民的 这种历史原罪 它对于恐腔 毒品 泛滥 以及种族歧视 这些国内治理的巨大的问题 还是它在外交上外的做法 这个跟中国真的不一样 中国走的是人间正道 走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好 我们现场也有观众 他们带着问题一起来参与讨论 我们把提问的机会交给他们吧 来 欢迎你 老师好 主持人好 你好 我是来自上海海关学院的 大义新生何后亮 欢迎你 我想提的问题是 周寿兹在美国受到了无理的质询 而库克却在中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这反映了两国对待这个外资的不同态度 请问这种态度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谢谢 请坐 您举的这两个还真的是一个鲜明的对比 我看那天周寿兹被质疑的时候 图片就出来了 网上有很多这两个照片做一个对比放在那 有很多说明问题 就是中国是个高度开放的国家 你是个封闭的国家 中国是个高度自信的国家 你已经不自信了 所以我觉得对美国来说 也很多说明问题 说明它确实是在走衰 硬实力 软实力都在走衰 全世界网民都是调侃他们 年轻人调侃他们 出了很多段子 对对对 再加上美国现在下载最多的五个软件里面 五个里面有四个是中国做的 第一个是拼多多 第二个叫cap cut 第三个叫tiktok 第四个叫shin 第五个是facebook 所以这就看得出中国人是聪明的 中国人是有能力的 对 美国有点害怕了 真的是害怕了 另外cook这块呢 它没有中国市场 苹果就不可能有它的下一步的发展 对 对它来说这市场太重要了 对 其实美国现在对于中资企业的这个态度 看上去好像他们的所谓的制裁脱钩锻炼 看上去对他们暂时有利 但总的来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 最后它一定会反噬 它自身的企业的发展 您说它在科技方面要跟中国脱钩锻炼 受影响最大的就是美国自己的本土的科技企业 多少科技企业因为失去了这块市场 他们的产品没有了销路 他们后续的研发怎么办 为什么硅谷大量的裁员 对 对 另外还加上美国不想怎么样把自己做得更好 对 就想用压力去打压中国 美国的做法是全世界只能它一家独好 别人都不能好 对 不管这个别人是他的盟友 还是他认为的对手都不能好 也不考虑怎么样把自己做得更好 这个我上次看那个扎克伯格 在美国国会接受过听证会的 然后那个议员就问他说 你要知道你这个财富是在美国才能创造的 你那个传奇的故事 从这个什么大学一个宿舍 然后变成世界首富之一等等 是不是真的在美国发生 扎克伯格挺尴尬的 他说我知道中国也有很多 很厉害的 后来那个参与跟他说 你应该说yes 只能在美国 其实已经把答案都预设好了 对 好 我们再来看还有那个朋友要提问 欢迎 三位老师好 我是上海外国一大学英语学院的学生 我的问题是 新时代大学生 如何更好参与到一带一路 以及最近刚刚出现的原东大开发这些战略 又需要哪些素质 谢谢 请坐 也关注一带一路 关注年轻人可以在这当中 我觉得就是毛泽一当年说的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现在这个国际舞台 一切都在变化 越来越快 所以我觉得现在年轻 真是赶上了好时代 就可以大心身手 大有作为 真是这样的 你就是这个上外的 专业可能是跟外语有关的 我觉得外语要学好 这是很重要的 要真的就是掌握它 能够听说读写 这样就不会忘记了 然后真的可以把人家的文化搞清楚 要立个字 然后扎扎实实 我说眼高手低 眼高就是志向要高 手低我的意思是扎扎实实做 小事做起 把他们技术掌握好 要有真的本领 这舞台是全世界的 我当然希望现在自己年轻四十年 当然没有这个可能了 因为现在机会太多了 可以做的事太多了 有一个对年轻人来说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 就是知识面要广 你要了解一个文化 不仅是一个语言 对 中国模式特点是 我们可以做得很好 但是有时候说 说得不是很好 所以这个像你在上外这样的背景 要学会用外文 把中国故事讲好 把世界故事讲好 不要你和一代人项目走出去 到他们电视台 网站 可以侃侃而谈 训练的时候苦一点 但是最终就是能够扎扎实实 展示中国青年代的实力 你说到青年人的问题 我也补充一个观点 我觉得因为每一代年轻人 可能都会面对不同的挑战 当下的年轻人 他也有他们的难题和困惑 但是可能每一代年轻人 也都有每一代年轻人的不同的机遇 可能第一要去发现 第二在面对难题挑战的时候 要坚持住 不放弃自我 这内心的力量很重要 好 我们再看这边的朋友 有没有提问 有没有按来欢迎 两位老师好 主持人好 你好 我是来自河南交作的 我叫董明超 欢迎您 从交作专门来参加我们节目吗 对 欢迎欢迎 我想问的问题是 就是像当时许多西方国家的 产业转移一样 我国的制造业也开始转向东南亚 如何避免类似美国现在的处境 然后并提高我们的国家的人民的生产待遇呢 请坐 非常实在的好问题 听听两位的观点 首先我认为像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的国家 人口14亿 我们一定要保持相当规模的制造业 除了本身经济发展需要 即使从就业来说也是需要的 第二点呢 我觉得就是 它恐怕是一种动态平衡 因为我们确实是 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叫什么专精特薪 然后这个智能化 绿色化等等 所以有一部分可能不适应 我们现在要求的产业希望走出去 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出走 由于本来应该留在中国的 但是呢 由于种种原因就出走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做的工作 但是可能适当的低端产业链的转移 这也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 比方说很多服装的 好像孟加拉 柬埔寨这些地方 这是必然的 因为那边的人工便宜 比国内便宜很多 但是我觉得整体的来说 现在这个有一些往外转移 其实也是整个亚太区的供应链的变化的一个 一个必然的发展的一个方向 或者说是一种结构性的在调整 而且这个调整呢 是有意识的在调整 而不是说有的就走了 因为过去20年的崛起 要说是中国的崛起 我觉得是亚太区的崛起 以中国为核心的亚太区的崛起 现在搬到越南 搬到马来西亚 搬到新加坡的一些企业 实际上是做的东西 也是中国生产链的一部分 对 实际上我是蛮同意 就是原来任正非反复讲的 就我们实际上是愿意 大家和气身材 总点我们希望一个合作共赢的世界 对 而且这样的一种生态 那事实上也是我们的一种国家责任的体现 对 好 我们再看看这边还有 来欢迎 主持人好 两位老师好 我是曹伟轩 目前就读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欢迎 今天想向两位老师请教的问题是 目前越来越多的国际结算 已经放弃了使用美元 随着瑞士银行一系列大跌眼镜的操作 越来越多的外资逐渐流向了香港和新加坡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吸引外资 更有信心地投资我们中国的市场 在国际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 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谢谢两位老师 总体上建于美国现在银行的危机 欧洲的银行的危机 首先我们要判断它会不会演变成金融危机 如果演变成金融危机的话 那负面影响更加不得了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初误的数据 至少是华人的这个富人的资金 大规模的流向香港 新加坡 新加坡和内地 因为货比三江没有比中国更好的更安全的地方了 这是个基本事实 这个大局是已经出现了 而且实际上我们现在是很注意吸引外资的 我们是某发展的政府 各个地方都有非常精准的吸引外资的政策 我现在担心的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 密切的关注这个银行危机的演变 会不会演变成金融危机 以及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不利的影响 你刚才提到的另外那一面 你用本地货币结算的话 你就不需要有外汇储备了 或者是减少你外汇储备的需求 那美国国债就大批量的发出来没有人要了 如果越多的国家做本地货币结算的话 中国因为跟120多国家是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 那肯定会人民币会扩散的更快 但是真正我觉得可能引爆整个美元体制 整个现在全球金融系统的 是别人不买美债了 你现在每年必须要发多少美债 才能够维持平衡 现在美债是三十亿万亿 照美国现在官方表述 他们甚至准备再进一步提高 甚至到五十万亿 这有点发疯了 背后是整个外部世界对美债的看法 现在你看几乎所有的中央银行都在跑美债 而且这幅度越来越大 还包括日本 以色列 以色列在跑 背后就是大家越来越把你这种 不负责任的印钞票 发在看作带毒的资产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 中国人你要自信 所以您看即和刚才最后这位观众的提问 我们说到美债有可能要面临的巨大的危机 其实它真正的原因就是美国的信用的崩塌 大家为什么会买美债 是因为觉得你美元 你美国的形势还有信用可言 但是这么多年来 当看得越来越清楚的时候 信用打上巨大问号 所以你再回到我们今天谈的 华春莹女士的这个推文的这些内容 它指出来的都是美国实质性的 本质的或者是社会治理当中的一些根本的问题 那当然反观我们自己 中国走的是一条 我们说共建共享共赢 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这样的一条人间正道 是一条和平发展的路 那这些年来 其实我们受到的挑战压力着实不小 但我们看到的是 我们是有定力的 我们在一步一个脚印的 非常扎实地做好自己的事 我们承认有风险有挑战 但是我们埋头做事 把路走好 我想最终一定会开花结果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 中国人你要自信 这就是中国 听张维维说 这就是中国 听张维维说 好 再次感谢两位 也谢谢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 谢谢大家 再见 了解更多节目文章及音频 请关注 这就是中国 今日头条抖音官方账号 以及节目微信公众号 让我们一起定位中国 读懂中国 这就是中国 听张维维说 你说自己的歌连 就等到中国 我们下期末 我们下期末 我们下期末